3月14号白色情人节的下午 布里香公所是特别办理 草地音乐会继白色情人节的系列活动 邀请了十三村结婚超过40年以上夫妻代表接受表扬 那么其中有结婚超过71年的夫妻 高喊我爱你情话绵绵 与在场民众一起来度过幸福温馨的白色情人节 新娘头上带着花圈手捧鲜花 新郎则是头戴绅士帽 通过划拳拱门接受大家祝福 这是布里香公所办理的草地音乐会继白色情人节系列活动 特别是为了结婚超过40年以上的老情人们办理表扬 特别是结婚71年的夫妻 更在台上情话绵绵互相说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看看71年来说我爱你 你看看真的真的不简单 这次表扬的有13对结婚超过40年以上的夫妻 每一对脸上都挂上满满幸福笑容 都说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也是第一次过情人节 非常的开心兴奋 乡长表示 布里香人口老化鼓励长者多走出来参与活动 我们这次总共就挑选了从40年结婚40年到结婚71年的一个夫妇 前辈来我们来做一个公开性的让他们聊起 想起聊起感觉到之前几十年前那个结婚的一个感觉 我想在这个布里香是我们花园县比较偏南的一个乡镇 我利用这个机会 让我们从老中心到幼儿园这个奇怪的话 大家能够有快乐满满的一天 也能够幸福久久 3月14号是白色情人节 下午复里香公所特别办理草地音乐会 即白色情人节系列活动 邀请了十三村结婚超过40年以上 让夫妻代表接受表扬 与在场民众一起度过幸福又温馨的白色情人节 记者高双双复里香采访报道